为何没有男朋友 黄金圣女来报道 所谓圣女的定义 就是代表着 已经过了失婚年龄 却未结婚 但有经济基础的一群女性 在台湾 我们以年龄和特点 又分成了五个等级 分别是25到27岁的初级圣女 28到30岁的中级圣女 31到35岁的高级圣女 35到40岁的齐天大圣籍 还有40以上的圣母玛利亚籍 为何她们没有男朋友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 她们怎么说吧 工作很忙 假日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圈内大部分都是女的 就是即使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生是不是 你会想要帮她算她的心坦 男的女生 出生夕阳年月日 她一念完大概有照片 都玩地被吃 等下我是不能乱讲话 你讲一句你是会告五金 你跟有男生 跟有钱的男生 一定会逼他 好 今天这集呢 我们先跟所有观众朋友 先打个预防针 是 因为这两个字 我自己听的都不太喜欢 但是为了求方便大家快速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圣女 圣女 不是圣女小番茄喔 不是 比较... 比较有一点不好 我觉得是圣下来的圣的感觉 但是也有人可以觉得说 我可以是很丰盛的圣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圣女这个 实际上我们经常发来宾 就变得很痛苦 因为像本来今天有发到 我一个女生朋友 那前天晚上她碰到我 我说就跟我大肆地抱怨 你们节目怎么可以发我 去做圣女 我是圣女老 不要 所以今天我们都要给 来节目的一些光环 好不好 在我左手边有美女 我们有发挥的圣女 多坎坷吧 首先要谢谢Ruby 你并没有排斥吗 大家好 我叫 等一下 上次我们不过在节目上 开个玩笑说 她跟陈慧文差几岁 然后整个 不是啦 是跟那个潘若迪老师 潘若迪... 结果人家就真的相信你48 对啊 就是 不过我觉得 我48岁保养真的还不错 你不错 对啊 妳要再继续认笑话吗 我真的不是48 不要再问我经纪人了 就只是超过三十岁而已 对 对不对 那思琪其实是我们这个 非常知名的彩妆大师 然后她自己也拍了不少广告 然后在这个圈也是非常 就是精致招牌 非常专业的 思琪也是到了一个 家里会担心的年纪吗 爸妈会担心 会问到 就是希望 就是年纪大的时候 可能会有个班这样 大概之后条件是怎么样 就是比较像哪头这样 不是 其实我觉得 就是最主要是相处愉快 然后彼此的这个就是兴趣啊 可是她跟很多其他女生 也相处愉快啊 那很多人都陷入你了 要警告他一下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 待会我们来慢慢聊 今天还有各行各业 包括就是说 我们也统计出来 十大比较难找到对象的行业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包含 或是会计事务所 那公关广告公司 律师事务所 服装设计师 化妆师 我们是杰老师的 造型师 摄影师 网站 记者编辑 演艺圈 以及运动员 今天请问这八位美女 有这个行业 请举手 请圈 我们看一下 中了 中了五个 宇如是什么行业 我是空服员 空服员 对 那所以行业好像可以工作参考 但又不一定 所以今天开宗明要问 今天唯一的男性来宾 而且一直叫大家不要结婚的 许常德老师 许常德老师 时代的潮流 挤出来一群人嘛 可是没想到这群人 现在已经变主流人了 所以我觉得以前的人 可能不知道说 圣女在干嘛的 可是现在我觉得 圣女会有一个新的文化 会有一个新的态度 然后至于是什么样 新的态度 要看你们去建立起来 因为你们建立好 以后这个圣女会有新的心态 所以阿德老师就是 你的言下之意就是说 女生完全不用在乎 男人的眼光吗 还是男人真的对 三十以上的女人 比较没兴趣 我觉得这个 跟女性的心态 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男性的心态也没有关系 其实是跟整个 时代的潮流有关系 比如说当男性 越来越少成结婚 女性就当然也会变少 那女性也 家也变少的时候 男性也会更少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来讲说 以前买的房子 可能大家会想说 我买一个全家一起住的房子 现在可能考虑就是说 所有的消费都会改变 你可能会多余很多时间出来 你也会想说 以后我只要买一个套房 就算我有一个伴侣 你住那边 我住这边 我来你这边住两天 你来我这边住两天 剩下的时间我们各自过 所以我觉得阿德老师讲得非常好 你们是掌握现在 时代命运的人 你们要改变这个时代 而且你们要创造出一种 新的生活形态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要问贝力 贝力现在有上岸吗 其实我觉得 不是上岸 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有男朋友 恭喜 你也练情不断好不好 对啊 但贝力好像 二十跟三十的择偶 真的条件有差 对不对 因为自己的成熟度有改变吗 有 其实以前都是比较梦幻 就想要很厉害 有肩膀工作能力强 赚得比我多 可以带领我一直往前 现在就会觉得说 可以聊得来 体谅工作就好 但还有一个 还是有点戒不掉 对 戒不掉 是 所以我们看一下 大家二十跟三十的这个 择偶的这个条件 跟身体的身体不一样 Ruby 目前要挑的就是 最好是那种 不是圈内人 然后有见过世面的 而且是可以 就是可以照顾我 养我的那一种 不是圈内人啊 他就可以养你 对 然后 然后我觉得什么 现在呢 现在其实感觉好就好了 年纪什么都无所谓 Come on... 给我感觉 只要感觉就好了吗 对 就是感觉 因为我现在 我最近才开始感觉 我自己的问题比较大 不是那个男生 而是我现在反而会觉得 现在所谓的感觉是 只要我今天 比如说比较开心 然后有遇到一个男生 是我看了也赏心悦目 然后我对他也喜欢的 然后我们相处得很开心 当下相处就好了 但我自己要忙的时候 你不要来烦我 我也不要去想说 你到底有没有想到我 或者是要跟你报告 什么事情 这就很像阿德老师 刚刚讲的一个小套法 那你也不用跟我住 稍微有一点距离 对 所以我觉得 感觉好就好了这样子 是 我发现我们律师 也坐在里面 超完律师 律师今年这个三十有三 则有条件大气 是不是 以前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是比较 还是比较偏小女生 那种比较梦幻的感觉 就是可能就是要 长得帅气 然后可能要会打篮球 然后可能身高要高 然后要会跟你讲笑话这样子 可是过了三十岁之后 我觉得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慢慢地知道 什么是比较适合自己 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 虽然我本身上也大气 这好像很难理解 可是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 应该就是所谓的个性大方 然后不拘小节 然后我再来就 豪迈稍杂 那意思是要讲白 就是说 给钱给得爽快 然后不要碰你了 不是 我要问一下红文 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会是跟女精手的案子有关吗 比如你看男人看多了还是 一般在我们离婚案件来讲的话 当然是给钱爽快 这样是最好的啦 就是我们就是可以不需要 这关子可以不用打到底 那其实就是 因为她愿意付钱的话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可以 都可以和解收场 其实大部分是可以这样子 而且红文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钱人家都很小气吗 还是在你处理的案子里 我觉得不一定的 还是看个性啦 有没有钱 他有没有钱跟他愿不愿意给你 这完全是两回事 完全是两回事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欣赏的类型就是 我希望他是正面思考的个性 不要说动不动就很忧郁啊 然后很悲伤 然后要你安慰他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去面对 跟克服自己的困难啦 那正面思考的话 这个世界会变得比较美好 我看一下这些这个首扭 我们其他举高好不好 还有哪些条件 包括自重女士正直善良体贴 配合生活时间 莫如是收入成就要比自己高 不接受姐弟恋 Sandy韩宇老师是年纪要比自己大 家庭背景学历收入也比你高 然后Cassie是公关 能让我崇拜 然后内心要坚强 需要的时候能给肩膀 请两位来投票 谁比较刁钻一点 只有我条件 Cassie Cassie 为什么 她还在那个梦幻的那一边 重伴 重伴 淘宇天部有一次有讲说 女人在谈恋爱上火箭筒 搭乘火箭到外太空去 一节一节 她可能还没脱落 她可能还没有开始起飞 还没脱落她的梦幻 是不是 她像小时候可能就会喜欢一些那种 艺术家或是梦想型的人物 但是这些人不一定她是可以去达成的 她可能就是会为了 就是梦想而放弃面包 或是说我今天就是很酷 所以我这些都不需要 那真正可以让你崇拜的人是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尊敬吧 就是如果 我也是要立同向的那种吧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关系要 要长久 就是必须你的生活中对它是有很多尊敬 我觉得在你过三十二岁之后 这个想法也会改变 真的吗 贝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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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贝力... 如果她脚臭的时候 你还会崇拜她吗 要让那个马桶盖没有盖 你知道男人有很多缺点 你知道你抓狂的 不可能无时无刻崇拜啊 是 真的 然后也必须接受的 那阿德老师你认为 我是觉得说 条件反正大家都有权力开啦 可是你要有能力让她勾引 得到这些东西 譬如说你希望要内心要崇拜 对不对 你就不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 太白痴或是太理性的一个人 因为两个那么接近的时候 你要崇拜其实不容易 因为很容易看到很多缺点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让她自己 要有能力是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然后勾引她 这个正面能量对你 不然的话你就是妄想啊 不过其实我们这样看的话 阿德老师觉得 大家要求都不太高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 这十种工作 我们第一个就先讲演艺圈好了 Ruby 演艺圈找不到吗 很难找 因为像我之前的是 演艺圈的人 那也就没什么好聊的 对 然后 就是 默默的 空流遗憾 对 然后可是后来就是交一个 真的完全跟这个圈子无关的人 其实我觉得也有 也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就是说你的工作是这个样子 那不管他多么爱你 或是多么地想要去了解 他都不能了解你的压力在哪里 那你们要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他不是一个成熟的 或者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man一点的男人 他们很容易就会开始觉得 我的天啊 我好像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遇到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太强势了 他拥有的一切 我没有办法遇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对我来说 遇到的很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是幕后的呢 不一定要幕前 因为幕前很容易被 写来写去什么的 因为 因为幕后的也有可能 莫名其妙跟幕前啊 哦 赵哥这一件事吧 对… 对 比如说导演 导演应该可以 摄影师或是 可以啊 你知道 其实像我 我刚才就在想到说 我会不会接受 因为我自己也会讲说 我不喜欢姐弟恋 但是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我会越觉得 有弟弟喜欢你 没有什么不好 对 反正他们体力好嘛 对不对 那 没有…年纪小 不一定体力好 对啊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是不是 就是相较之下 大家的幻想会觉得 弟弟体力反正就好 但是我也曾经遇过 就不久之前也遇过一个 55岁的男的 然后他是那种就是 他也是在 他是在那个美国 就是很大很大的 律师事务所是老板什么的 然后什么条件都非常的好 以他的条件来说 我会觉得完美 他应该就是完全是 我想要照顾我的那个人 但是他就是个性古怪啊 所以你知道 然后讲到最后 你不管是遇到条件 再怎么好 或适合你的人 他如果个性古怪 我就是还是没有办法 反难相处也没办法 对 所以我觉得是跟 圈内圈外的人 是完全无关的 所以这个也要问一下思琪 因为你有上榜是化妆师 因为我想是化妆师 造型师的工作 太不定时了 对 化妆师 我觉得一个就是工作很忙 然后时间不一定 有时候假日是 我们最忙的时候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圈内可能就是 你也知道不是 就是大部分都是女的 就是即使是男的还是女的 就是说 大部分都是女的 所以你有时候 你可能出去玩的朋友 全部都是女生 就是有时候 比较不容易 所以像我后来 我自己就会常 就是朋友的朋友啊 介绍什么 出去不同的那个场合 不同的那个环境 就会比较容易就是认识 比较不同行业 因为我身边两个化妆师 像小金是 那时候就姐弟恋 是圈外的 然后还有像雅虹 好像后来也是 人家介绍认识的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在 就是相亲这样 有啊 很多朋友会 就最近 会介绍 对 会介绍 所以你是不是常碰到 追你的是 就是这几年来 要被一样是不是